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视频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我们上个星期的视频了 比如在Ridmark,如何使用他们的过路工具去搜索你们想要看或买的产品 对啊,刚好今天我有 craving for ice cream, for 冰淇淋 那么我就会 show 你们我在Ridmark买东西的流程 那么首先我会打开Lazada的 App,然后点击Ridmark 哇,Ridmark现在正在给那些第一次跟他们购买的顾客Free Delivery 如果他们的订单是多个40块 好了,那我们先回来我们今天的主目的就是要买我想想吃的冰淇淋 然后我会先点进Categories 然后在左边滑下去到Frozen 再按进去 这些都是冰冻的食物 那因为今天我们的主目的就是要买冰淇淋嘛 所以我就会按进Ice Cream 嗯,OK,那我来看看还有什么品牌先 我会按进Filter 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在那个上面 OK,然后我们就按那个箭头下去 就可以看到Ridmark全部他们有的品牌 嗯,OK,因为我想吃Hagen Dazs和Cooks Creamery的冰淇淋 那我就会先点进Hagen Dazs 然后我就按Done 嗯,OK,我现在因为我想吃巧克力的口味 那我就会滑下去找哈 OK,嗯,OK,找到了 那么我就会直接按Add to Cart 或者我可以按进去 然后再按Add to Cart 因为这个两个的方式方法都是一样的 嗯,可是如果我按进去的话呢 嗯,我就可以看到别人留下的评论在下面 看完了过后我就按Add to Cart 我也可以加多一个同样的产品 就按那个Plus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我想剪掉 我就按那个Minus OK,现在嗯,我来找Cooks Creamery的冰淇淋 我会到Filter 按那个X或Reset 然后在Burns按Cooks Creamery 再按Done 嗯,OK,滑了一下 嗯,我比较想要吃2Gray的口味 我就按Add to Cart 如果我想要看我的购物仓 购物车有 现在有什么东西我就按Cart 我就可以按那个圆圆在 的在Redmark旁边 嗯,它就会算我的购物车有多少钱 它就会 它也会show我还缺多少才可以有Free Shipping 嗯,那么我就再逛逛一下 顺便帮我们买一点东西 我就会回到Categories 安静Rice and Cooking Essentials 然后我安静Rice OK,嗯,因为平常我是吃松喝的米 所以我就会直接到Filter 在Burn那里选松喝 然后我就按 就Add to Cart我要的 嗯,我再回去Cart 去结账 我就会 我就点那个圆圆的在 嗯,米的旁边 那么全部都是多过40块 我就会有Free Shipping 我就按Checkout Redmark有提供 嗯,Delivery在我想要的时间 可是这个是在 两个小时的范围 我就点进 嗯,Select your preferred slot 然后,嗯,我想要它 礼拜六再送来 我就按Saturday 然后我就选C点到1点PM 因为它们不要加钱 OK,如果你们想要 那个快递人打给你们 before他送来 嗯,可以在一个Special Instructions 可以选Place Call Upon Arrival 然后再按Confirm 嗯,然后选Payment Method 再按Place Order OK,所以我也可以查看 我的订单在Orders 这些都是我的以前的订单 我的Orders OK,好了 今天,嗯,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视频的内容 今天我show了你们 怎么在 Redmark买你们 想要的产品 比如啊,如何添加去购物车 或者捡我要的产品等等 那么我会在 我们在下个视频 会show你们 呃,怎么用SingPass 比如看你们的CPF 有多少钱 从SingPass 如果你们 有什么疑问 对于SingPass 可以去到 www.menti.com 然后打进 6387 8978 来留下你们的问题 我们 会 嗯 我会把那个link 在留下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你们可以从那里点进去 然后我们会 呃,try to answer你们的问题 在下个视频 那我们就在下个视频见了 再见大家